R3站,R4站這兩個站立,一定要設,我等我們的報告這裡,謝謝各位,謝謝 謝謝文理長 這句是西部計畫中立表編號3,編號4,徵傳達徵里長,標的物是R03解3 主席,以及各相關單位的長官,以及我們R03,R04的一些祝福,大家午安 今天這個會議,把這個以前的想法,跟現在的想法,完全的化解掉 我希望,要重新的再規劃一次,不能把之前我們所付出的一切,現在又變成,把現在又改為一個點 又不一樣的想法,讓大家會感到,完全的沒有那個,之前的,完全的白費掉了 所以說,我們要重新再,讓捷運期間再,再那個商量一下子,不能把這 你講,那個增加獎勵的話,你再放出,再放編編嘛,不要說綁得實實,讓我們祝福了,沒辦法的 有希望是換一瓶,換一瓶的條件的話,是最好的,不能把這 不先的話,你就把那個化為縮小範圍,像以前的話,那就沒辦法,讓我們以前等於白做了 所以,請大家來,再商討一下子,謝謝 謝謝曾經長,見到下一位 接續西部計畫的總理表編號六,六之一,中子靖先生,不在場 然後,編號十,十一,李靖立先生,也不在場 那,就接續就請編號十四,十四之一,崔福成先生 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我們為這個問題,我非常感覺得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基因的做法,應當拆占 我們絕對不能為是拆占,而來做拆占 應當要考慮到白年大計,並且要為到將來 我們這個台北首戰之區啊,能夠真正能夠拿出一樣東西出來給人家看這個好像建作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家的一個理想的一個辦法 絕對不能夠說啊,像現在的松台公寓啊,可以說啊 等於以前的大陸上的人民公司,現在等於是,那個住者完全一樣 可以說那個房子啊,現在已經到了尾樓的地步了已經 現在如果承辦單位,你不利用這個機會去把它能夠好好地整合 把它改建起來的話,將來有一天,如果真正出了人民的案件的話 人民的案件的話,有什麼危險的事情的話 我想將來啊,我在此地請的日記錄 將來的話,承辦單位不利用這個機會而來解決的話 將來要負完全的責任應當要,這是我講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呢,我們對於這個建作啊,現在講來講去都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解決的話,什麼問題通通解決呢? 住山改為上山嘛,你既然能夠把它改為基因交通用地 你能改這個,你為什麼不能改那個呢?當然是的,一定會講的 這個是啊,這個在條件範圍以外啊,我們無法那個 你可以跟我們講啊,問題在哪裡啊,我們可以向有關單位說明啊 對不對啊,把我們的問題給它說明,是不是啊 最起碼我想有好市長他也知道的啊,是不是啊 他的條件也唯一一點就是一瓶換一瓶啊 我們沒有超越這個範圍以外啊,對不對是不是啊 如果那樣子的話,大家通通解決問題 皆大關係,基因就通通來好好的做了 並且呢,他也可以啊,能夠多分一點的啊 我們少拿一點啊,這是剛才啊,我聽講啊 好像是這個分法是這樣子的,五五分的好像是 當然了,我們希望,我們這能夠一瓶換一瓶 多的話,我們也不希望要啊 這有個篩位就算了嘛,是不是啊 這樣子將來啊,變成一個好的建築 將來大郭威啊,都可以啊,流民親死 絕對不會啊,一袖萬年將來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啊,在座的郭威啊 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百姓 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今天既然是公務員 我們就為大家,一朗民眾啊,一朗要 爭取福利才對的一朗要 為什麼原因呢 你不能說啊,有困難,那我就輸回去了 你越輸回去的話,人家越對你有懷疑 你一朗要勇敢自行,向前面坐 你有問題的話,我們會支持你 你告訴我們問題在哪裡 單位在哪裡 我們可以給他解說去我們呢 是的 人,條文啊,是活的 我們現在一百零二年的人啊 絕對不要用以前二三四年以前的條文法規啊 還在這地方做 只有聖經不能改啊,連顯法都可以改的 這個有什麼好難的呢 是不是啊 你既然能夠改交通用地 為什麼就不能改這上山呢 你可以改,其他就不能改了 真是大笑話一見 如果我們繼續住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總感覺啊,在台北市的市民來講啊 口悲啊,真是啊 人民公塞的房子現在叫 現在這個,對這個時代的人來租這個房子啊 尤其是危險的房子啊 我認為這個大家正在應當啊 價價有了,應當啊 不可以在那樣子住了 這個我希望啊,能夠好像是可以 沒有什麼其他多的要求 如果能夠啊,這樣的 如果說,好像是我們改有困難 告訴我們,或者跟里長講 里長轉告我們 我們呢,跟有關單位啊,我們跟著商量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為什麼,什麼原因不能住 我們可以能夠退退到哪裡 你可以能夠給我們,給到哪個地方 這樣才行啊,是不是 不能夠說,大家關起門來的地方 就是要決定了 所以我現在習,誠情 再三地誠懇地誠情 作為委員 對這件事情啊,沒有做明朗之嫌的話 不能夠做無謂的決定 如果做了決定的話 將來啊,我相信啊 所有的幾百戶的人民啊 通通啊,對郭威啊 我不知道如何看法,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非常尊敬郭威的意見 我非常尊敬的,我是非常尊敬的啊 但是如果那個改成那個樣子的話 所有的原先,所有的 在什麼違憲戶了,什麼樓上有房子 無房子的問題呢 通通解決了,活絡而不為呢 白地而無一黑 這種事情不做,是不是啊 真是啊,感覺啊,我總認為啊 這是我們承辦單位啊 應當啊,要加加油了 要應當加加油了 我們現在的人啊,不能夠在這個地方了 永遠啊,好像跟那個不倒翁那樣子啊 今天打一下子,好像我在半吃了這個地方 等會兒你找了之後,他就停下來了 不可以在這個樣子了 現在我們應當要積極地去做 如果有困難,我們大家一起去弄啊 是不是啊,就好像 委員這邊,我們可以跟委員說服啊 我們原因在哪裡 我就報告到此地 我謝謝委員們 但是這件事情呢,誠懇委員啊 請,這件事情沒有做明朗之前 沒有做商商啊 能夠改不改的問題以前的話 不能夠做任何決定 如果做決定的話 我相信啊,幾百戶的這個沿線的這個居民啊 通通啊,不知道如果怎麼樣來講啊 但是我非常尊敬的委員們 謝謝委員們 也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崔先生 今天是公表編號十四之二 有兩位登記 先請石師陳先生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委員,各位 我們是除了主席外 我們大概都已經見過很多次面了 那從剛剛那個捷運局的報告裡面呢 我們發覺他們捷運局實在是非常的辛苦 他們的用心我們也非常感佩 只要人民有陳情 他必須改變他很多很多想法 那對於我現在對於這些 因為我是住在那個北側的 北側的地主 我對於這些北側地主的所產生的這種產權 產權的這個不清楚 這種過去的歷史工業 我這邊不做任何的 因為還有其他人會出來做說明 那如果各位主席各位長官 我有發一份這個資料 我們前面那些罪言大家不看 我們就看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 我們就看這個 因為我認為說這個既然是歷史工業 既然是產權那麼不清楚 當然從住三變成三傷是一個解決的非常好的方法 可是解決了以後 對於這些過去產權不清楚 過去受到損害的人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有一套機制必須來讓他們來符合 所以我來這邊 比如說第一點 這個 因為過去啊 我們地主跟那個違建父 不是違建父 就是產權不清楚的父 沒有從來沒有過面對面的溝通過 所以他們不知道我們地主的想法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想法 只是透過一些比較熱心的人士 比如像旅長啊什麼 來了解他們的意向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有關單位能夠出來幫我們主持一下 做雙面協調 然後第二個如果協調有結果的話 當然我們如果說按照我這邊所說明的話 不要透過什麼建商啦 直接找營造廠 直接做都市更新的自主更新會 那麼所產生的建商的利益的話 就可以讓所有的產權不清楚的這些住户 可以比較低於市價大概三分之一的價錢可以買 如果那邊的市價是120萬的話 他大概四十幾萬就可以買到了 買到以後對他來講也是相當大的幫助 這是我們實在想到 唯一能夠解決的辦法是這樣 然後呢 因為過去這個產權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原始的成購戶 原始成購戶就是買的時候建商跑掉了 那跑掉的話他當然就沒有辦法 他是個原始的 所以他受損害蠻大的 一直租到現在 比如說地價稅啊什麼什麼 這個又跟原來地主產生了很大的 可以說是 不要說是仇恨啊很大的怨言啊 那我們希望把這事情能解決 那第二個就是 後來買的 後來買的這些第二手以上的話 他們已經知道說這個就是一個產權不清楚的房子 那我來買的話 通常以我們在社會上的潛規則大概就是買權利金啊 就買權利金啊 所以他的受害當然會叫原來的第一手的比較輕微一點 那他的他的價格或怎麼樣當然是另外一種算法 最後呢我希望說這個案子在還沒有完全讓我們跟這些沒有產權的人做溝通協議 希望有關單位不要做一個結論 也希望那個委員會 都委會 能夠多考量 因為我剛剛在聆聽都委會的主席 剛剛來報告 把所有過去的那些紀錄裡面 我們看了很多 那些紀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可以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那委員很辛苦 那委員說要把四樓的四層樓以外的排除到外面 我認為這是有點有欠考量 真的 我們不能說這個事情很難 我就說把這個事情解決 然後這個事情丟給他 讓他們自生自滅 讓他們自己處理 讓他們自己吵 自己鬧 我覺得這個 各委員當然是非常的得高望重 所以我們希望要考量到人民的感受 謝謝 謝謝石先生 謝謝歡迎 謝謝